各式各样的鱼种 就这样游进四沟社区的火房墙面上 还有幼时常见的生物鸟类 以及龙芒景象等等 皆栩栩如生地再次呈现 万能相公所纪念积极火化老旧火房 美和青年进驻 打造一文世纪旅店等 如今更邀请艺术家铸点创作 在这么好的人文 历史 地理 条件的环境之下 我们美和艺术家进驻 又一个产现新的一个里程碑 在我们现在的同时 还在全村 我们艺术家们在我们的 旧的墙壁上 围墙上 又画上 私我 港田 手臭 这种过去农忙时期的一些动作 机具跟我们的风情故事 再一次把我们的文化 农村的文化把它产业化 艺术家以早期农村印象为主轴设计 将四沟水与在地水源紧密连接的情感 就有一个质量出来 很确切地在地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回顾 就是一个以前的情境的生活 外来公所将整合社区的老旧墙面积火房资源 让四沟水成为另类的彩绘村 并不同的主题及内容呈现 并绘制火房及彩绘墙地图 吸引更多人走进农村来玩 这就不一天洋正义采访报道